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,也是一种孝道的体现。 然而,有句话叫做人过七十不上坟这句俗语的意思是, 当一个人过了七十岁后,就不应该再去坟地祭拜祖先或亲人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? 如果家里有老人要去,看完本期影片请劝劝他们吧。 一、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身体状况不稳定, 随着年龄增长,老年人的身体逐渐衰退,容易出现各种疾病和不适症状。 扫墓祭祖需要长时间站立、行走和爬山等动作, 这对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能会造成身体上的负担和不适。 因此,为了老人的身体健康,家人应该尽量减少或避免让老人参与这种体力活动, 可以选择在节假日或平时,由家人代替老人进行扫墓祭祖的活动, 或者提供更便利的方式,如在家中举行简单的纪念仪式, 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老人的健康,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家人的关爱和尊重。 二,七十岁以上的老人,情绪容易波动,除了身体上的负担之外, 扫墓祭祖也可能会给老人带来情绪上的波动, 老年人容易感到孤独、寂寞和悲伤等情绪, 而扫墓祭祖可能会让他们想起已经逝去的亲人和朋友, 从而加重这种情绪的波动。 此外,扫墓时也可能会遇到一些让老人感到不安或不舒适的事情, 比如天气突变、气氛阴沉等,为了减轻老人的情绪波动。 家人可以在扫墓之前提前与他们沟通,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, 帮助他们缓解紧张和焦虑,在扫墓过程中, 可以选择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,播放老人喜爱的音乐或讲述愉快的回忆, 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和情绪,同时,要注意天气情况, 选择适合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扫墓,确保老人的舒适和安全。 三,7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更多的精神关怀, 相对于身体上的照顾和物质上的满足。 老年人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和陪伴, 他们需要更多的交流、沟通和关爱, 以缓解孤独感和寂寞感。 因此,家人应该尽可能多地陪伴老人, 与他们交流,倾听他们的心声,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, 让他们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和关爱。 除了家人,社区和社会也应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, 建立老年人友好型社区,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,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等举措, 都可以帮助老年人建立更多的社交网络, 增强生活的乐趣和意义。 老年人也可以通过参加志愿活动, 加入兴趣小组等方式, 丰富自己的生活, 拓展社交圈子, 找到共同兴趣的伙伴, 增加生活的乐趣和幸福感。 四,7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保持安静和稳定的生活状态。 7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保持安静和稳定的生活状态, 以利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, 经常参与扫墓祭祖等体力活动。 或者经常被外界的干扰所打扰, 会影响老人的休息和睡眠质量, 进而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 因此,为了老人的健康着想, 家人应该尽量减少或避免让他们参与这种体力活动, 让他们保持安静和稳定的生活状态。 这样有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, 并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。 五,70岁以上的老人应该以静养为主。 7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机能衰退, 精力也逐渐下降, 因此应该以静养为主。 这不仅有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, 也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。 老人们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些轻度的身体活动, 如散步、太极拳等, 但不应该过度劳累或参与剧烈运动。 此外,老人们还可以通过读书、写字、 画画等方式来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思维的敏捷。 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老人保持身心健康, 提高生活质量。 80不烧纸, 70不上坟, 后面还有一句, 就是80不烧纸。 在烧纸的习俗上, 80岁高龄的老人参与其中, 风险更是倍增, 山中裂风骤起, 火星四溅, 稍易疏忽, 急易引发火灾。 过去的新闻不时报道着老人在扫墓时遭遇的种种不幸, 这不仅是对老人的一大风险, 也对整个家庭乃至社会的安全构成了威胁。 2019年清明前夕, 河南的一位七十多岁老人扫墓时不幸跌倒, 结果不仅自己身受重伤, 还引起了家人无尽的悲痛与焦虑。 温州一位七十二岁老人与亲人共同祭扫, 回家途中心脏骤停, 尽管亲人火速将老人送往医院, 终究是回天乏术。 更有甚者, 烧纸不慎引起火灾, 造成生命与财产的双重损失。 这些事件, 无不再提醒着我们, 那句老话并非无地方使。 总而言之, 这个说法与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医学水平密切相关。 在古代, 人们的寿命相对较短, 医疗条件有限, 七十岁已被认为是高龄, 身体功能普遍下降。 因此, 老年人常常因体弱多病而卧床不起, 前往坟墓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风险。 此外, 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中, 墓地往往位于荒涕的山区或草原, 道路崎岖难行, 对年轻人来说或许不是问题, 但对行动不变的老年人来说, 可能是一大挑战, 老年人的骨骼变得脆弱, 容易受伤, 一旦摔倒, 后果不堪设想。 更重要的是, 老年人在面对亲人的坟墓时, 往往会触景生情, 沉浸在回忆和情感之中, 这种情绪可能导致心理问题, 甚至影响身体健康。 年龄增长后, 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逐渐减弱, 容易受疾病侵袭, 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老人。 因此, 虽然孝顺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, 但安全和健康同样至关重要, 为了老年人的安全着想, 让年轻一代负责扫墓似乎更为合理, 他们的身体素质更好, 能够应对坟地险阻, 同时也能以更轻松的心态来履行这一传统仪式, 总之, 虽然人过七十不上坟的说法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, 但它也反映了古代对老年人健康和安全的关切。 在当代社会, 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传统, 同时也要重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, 通过陪伴和关怀, 弥补他们可能因亲人去世而产生的情感缺失, 使他们在晚年过得更加幸福和健康, 继承和尊重传统是重要的, 但也要根据现代情况做出明智的选择。 古人云, 人过七十古来西, 正是这样一种感慨, 坟地多在陡峭的山坡或者高田梗, 清明十分多雨, 泥泞不堪的山路对脚步已经盘跚的老人来说, 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, 一旦天气不佳, 下雨泥泞的山路就更加危险, 稍有不慎, 便可能跌倒受伤, 甚至性命不保。 再者, 祭祀时需跪拜献祭, 这对体力和精神力均有所下降的老人来说, 实为一大负担, 加之坟地阴气之重, 老人阴阳失调, 极易感染风寒, 随着时代的发展,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 医疗技术也突飞猛进, 人均寿命显著延长, 在这样的背景下, 是否意味着老传统可以有所放宽, 是否意味着年过七旬的老人, 也可以在清明十分与家人一同上山祭祀, 而不必顾忌太多, 事实上,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 人的身体状况依旧有着自然的衰老过程, 生理机能的减退, 行动上的不变, 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 因此, 安全始终是我们在面对传统时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, 既然老化中有着深刻的生活智慧, 现代社会又应如何对待这一讲究呢? 首先, 我们当然要尊重老人的意愿, 但同时也要科学合理地引导, 家人可以提前做好准备, 选择天气好, 路况家的时机, 或者采取替代方式, 如网络祭祀, 委托村民, 代为烧纸等, 并且, 我们可以在保留传统的同时, 赋予它新的内涵, 比如, 通过家族聚会, 讲述家族故事, 制作家族史册等方式, 来缅怀先祖, 而不仅仅局限于上坟烧纸, 安全与传统, 应当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, 岁月流转,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总会激荡出新的思考与行动, 201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, 人类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7, 3岁, 70岁, 这个曾被视为迟暮的年龄, 现在却成了活力的代名词, 一些老人,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比他要年长, 但他们每天仍坚持锻炼, 或是散步, 或是跳广场舞, 精神绝朔, 容光焕发, 他们的存在仿佛在挑战那个传统观念的权威, 这些也许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以启示, 尊重传统, 同时也要敢于突破, 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式, 去表达对视者的怀念, 去拥抱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。